你知道 一講話 大家就知道原因是什麼了這樣 張宇老師 議會表現得如何 我覺得議會的聲音很棒 他的那個音色 因為我今天是第一次聽到 我覺得很吸引人 非常棒 然後 但是 你這樣子的音色 其實在唱歌的時候要特別的小心 因為當音色越特殊的人 其實越容易被聽蜜 所以你不可以加太多的 有的沒有的肢節的東西在裡面 那像你在唱第一首歌的時候 對阿可望 我覺得掌握度就很好 但是在唱第二首歌 沒那麼簡單的時候 我覺得就太多了 那我覺得這個是可能是需要再 我個人認為它是需要再回收一點 包括你的咬字 甚至一些你的加重音的方式 或是你的哭腔 大家可能要稍微再做一些 比較收斂一點的這樣子的一個修正 然後我覺得既然是在演戲的過程裡面 其實可能因為你的聲音很低沉 所以說我沒有 你在講話的時候 我沒有戴耳機 我是聽不到你在講什麼 那可能在這一點上面 你要稍微對於台下的這些觀眾 你要做一些思考 我覺得有戲劇的訓練真的很好 因為它透過肢體的方式 讓我們去學會 把這些東西吸收 放到我們的內心裡面去 因為以後你要唱歌 你要唱很多不同種類型的 那我沒有辦法去經歷每一個故事 每一個角色 可是要運用就是你的想像力 那我覺得 你可以回去再看這個回放的時候 你可以去 自己去找一些問題出來 因為我覺得你唱歌的時候 其實問題不大 可是呢 就是 當我們在戲劇當中要唱歌 我們很難去拿捏那個角色 有時候我們在這個戲劇 在演戲的時候 我們是那個劇中人 可是唱歌的時候 就會變成我們自己 所以剛剛我在 尤其聽到第二首歌 其實我 我會有點突兀 因為 本來你們兩個講得好好的 可是你開始唱的時候 我突然發現你是一個 阿姨 或者是 長輩 你突然在告訴她說 有很多道理你要曉得 哎 沒那麼簡單的 對 突然你的角色突然 拉開了 哇 了解了齁 對,可能前男友找的 還是太年輕了吧 找一個有鬍子的會不會 沒有啦 其實真的不是 沒有啊 老師說的不是年齡的關係 對啊 你知道嗎 你本身是年輕的 連跟他對戲的大爺都說 天啊 真的是怡惠嗎 因為莊前莊後差太多 莊前像老媽 莊後像朵花 所以他嚇了一跳 馬上就來看看 議會的分數 我們看評審的給分 來,議會今天的演出得到的分數是 分數是 81分 好 不低的分數啦 好 恭喜 直接回到原來的這個... 這個... 這個座位區耶 好 不用去留級區耶 好 恭喜你,議會 謝謝 謝謝樂隊老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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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少穿這麼性感 基本上就沒有光了 真的很少 所以其實我在台灣看就一直想笑 因為議會動作都不敢放開 沒有 就你知道那種 就中年女性的那種壓抑 收住那種感情 他不是說像年輕女孩子那種奔放 啊,我愛你 對,其實我有刻意啦 而且明明是個姐弟戀 我們又要讓議會臉紅一次 來,有請男主角泰迪 對啊,姐弟戀 你看,你看,你看 你看他眼睛 你看他眼睛 我不能看他眼睛 我不能看他眼睛 看一下,看一下 對,看十秒 來 好炫哦 我看不了 你知道嗎,議會 找泰迪來演精挑細選 他還跟製作單位說 一定要找個帥的啊 我有感覺的 然後後來選中泰迪以後 他演的時候一直又很害羞 對啊,其實這樣不好嗎 對啊 早就找林鴻明來演 好,接下來林鴻明請出列 來,精神舞 聽說打給你的劇本寫到你的時候都要寫金晨舞說 是不是 那是我自己打的啊 對啊,因為 因為 增加自信 他是一個演戲很不錯的一個演員 所以你要跟他開氣 希望可以上升 就是長相也變成他 金晨舞上升 然後身高也有他的 然後帥氣跟氣質也有他的 直接把大家打昏就好啦 好不好 來,今天這個劇情大概是怎麼樣 林鴻明 今天這個劇有很多轉折點啦 所以 還是暗卡一下 待會再跟他打好 大概是親情、友情、愛情的哪一個部分 跟親情比較有關係 好,我們就來看看林鴻明的演出 唱歌對我來說已經很困難 還有在演戲 有點雙重考驗 然後我今天安排的這個劇情是 在城市打拚的小孩 我希望 可以把那種默默無名的感覺 還有 在城市裡飄滅的感覺 在劇情裡面就好 演戲經驗很少的鴻明 當導演一喊Action 鴻明就全身不自在 連台詞都記不清楚 媽,我在公司啦 我要去拜訪 媽,我要去幫忙一個搭客戶啊 光是一句台詞 鴻明就恩基了好幾遍 而無法揣摩劇中角色精髓的問題 則讓導演大圍頭疼 一定在那個鞋子的情緒裡面 沒像你現在都很正常 我只要開始了 我就... 那不是演戲 那是什麼 老實說如果我演得太表面 太嚴重 一點都不是 我也希望用比較接近大家的方式 把自己接觸到的問題 表現 一次又一次的排練 能幫助鴻明進入狀況 順利完成演出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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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好,好,拜拜 先生不好意思 可不可以麻煩你帮我填个文卷 先生不好意思 可不可以麻烦你帮 小姐不好意思 可不可以麻烦你帮我填个文卷 一下就好了 小姐不好意思 可不可以 感谢大家